四十也是一個坎 我們說四十不獲 但想到四十歲是充滿疑惑的 艾倫瑾在那一年得了憂鬱症 你覺得整個世界都崩塌了 發生了什麼事 那時候遭遇的事情比較多 一個是我爸爸生病 那他在醫院九年沒有醒過來 那然後我跟爸爸感情 是非常非常好 其實就是說 當我跟我爸爸感情 好到這樣的程度的時候 我這麼長久以來 我很少去談他 我不知道就是 你很愛很愛一個人的時候 他就變成你心裡面一個秘密 我不覺得我想跟別人分享 所以很多人都會意外 我們家也都很清楚 我們家四個小孩 我爸是最愛我的 可是我大概只寫過 一兩篇文章寫我爸爸 但是每個朋友都說 那個真的很感動 可是我就沒有再寫 然後我很少提 比如說父親節母親節 大家都會在臉書上PO很多 我從來都沒有過 那爸爸生病這件事情 對我打擊很大 然後我的工作 我覺得我不喜歡了 然後我那個婚姻 我也不知道出了什麼狀況 我到現在 我覺得我也糊裡糊塗的 就是覺得不夠好了 我覺得也是 那一段婚姻是從無話不談到 沒有什麼話好講 那其實現在也滿好的 從頭開始就沒話講 沒有落差 對 那我就覺得發生 同樣的事情 通通都發生在一起 人就擋不住了 所以我那個時候 我嚴重的時候 我連講話都口急得非常嚴重 然後我也不大跟任何人接觸 完全自己關閉起來 可是有一天 我真的就那樣想說 我爸這麼愛我 如果他知道我現在是這樣的話 他會怎麼想 我就這個念頭 我真的靠自己振作起來 我只要有那個負面東西 一出來的時候 我馬上就會換了衣服 到外面去 一個人 我也不需要人家幫助 我在那個階段是這樣子 那很有意志力 因為憂鬱症有時候是很難自己 可以做一些最適的事情 你要從床上坐起來 大概都困難 都很難 真的是 真的是這樣 非常非常的困難 任何事情都 沒有任何一個力量 可以讓你去改變自己 那我想真的就是 後期的時候 我爸爸曾經跟我 住過一段時候 他有一天跟我講說 因為我從小就很愛笑 然後他突然跟我講說 我好久都沒有看到你笑 我那時候覺得我實在 太對不起我爸爸 所以我到後來 我在我內心 還是我爸爸給了我力量 就大概是這樣 那看病吃藥 我是病實感很強的人 然後我也很有毅力 我會去面對問題 我要解決我自己的問題 我後來我不好的時候 我是住在我姐姐家 我姐姐對我的照顧 那是真的沒有話講了 那像我下班的時候 半夜三到家 他就會到我房裡面 隨便說說 我們住在透天 他說看我想講話 他就陪我聊天 他看我不講話 他說洗洗澡就睡覺吧 我那時候吃藥吃了 我從聯合報開車回內湖 然後我打電話說 我現在不知道我在哪裡 我找不到我家 他嚇壞了 他說你把車停在路邊 然後你先看門牌號碼 念給我聽 你把車門鎖起來 你就坐車上我過來接你 我那樣子走了 差不多也將近三年的時間 我的家人對我的幫助是 真的非常非常大 但是我必須說 如果任何人有憂鬱症問題 你要相信你自己是有毅力的 而且你要真的很努力 我覺得我非常努力 我去交新的朋友 我不要跟老朋友在一起 因為我會沉溺在 某一種舊話題裡面 然後我覺得泡湯 是對身體非常好 而且要去泡大眾池 不要去湯污 因為當你赤身裸體的時候 其實你對人生 跟人際關係的所有看法 通通都會相對的 產生一些作用 我從泡了大眾池之後 我就再也回不了湯污了 我覺得那是非常好的 然後電影 大概是我最喜歡的娛樂 我大概一年可以看上百部 因為我覺得電影 也是非常便宜的這個娛樂 你去想想看 人家花幾千億 然後我們花個三百塊 就可以去看 我覺得非常的了不起 對 我在問 我說要交新朋友 我怎麼交呢 有的時候我真的坐那咖啡廳 我看到沒有看 你好漂亮 可是我是真心的 那我覺得 我這個女人搭訕也很怪 我真的會就是像這樣搭訕 我覺得滿好的 就是女人的特權 要我說可能人家會報警 沒有 我就... 我有怪叔叔來了 我跟一個陌生人這樣說 然後我去讚美他 我又是真心的 我覺得對我的心情改變 是非常非常大的 你六十五歲的時候 憂鬱症又再次復發 你在發病的時候 你的老公對你其實 是有一些關心的 讓你也感動過對不對 沒有 有一次 我沒有這一次發的時候 我覺得不對勁 我回家說 你趕快給我掛號 但是我可能 我那個訊號有點急 有點強烈 所以他就搬了一張椅子 坐在落地窗前面 換句話講 就是不讓我可以自由進出 那那一次是 我有點嚴重 但我平常 我如果不舒服 我一定會跟他 或者我的家人講 我是屬於病史感 就是說我的不一樣是 因為我情緒不好 還是因為我可能 症狀又發作 我覺得我可以分辨 然後一定會跟家人講清楚 我也會跟我先生講清楚 你曾經想要叫他 講笑話給你聽 很可憐 我也很可憐 他也很可憐 我說我跟你在一起 你從來不講笑話 我說你只有 你跟我在一起 只有一個為難的任務 就是要逗我笑 別的我都不 我沒有一樣事情在乎 他就很難過 他打電話給我姐姐說 慎容 艾倫老師叫我說笑話 我怎麼說笑話 我姐姐說 你就是每天在網路上 抓一點笑話 然後講給他聽不就好了嗎 那我姐姐 當時不好意思告訴我 一個禮拜才跟我講說 你千萬不要去問他 你也不要再折磨他 他也夠可憐了 他說才打電話 問我這種事情 我當然後來這件事情就算了 因為第一個他在網路上找的笑話 可能也不是笑話 第二個就算是很好笑的笑話 他大概講出來也不好笑 所以我一直都在一步一步退 我的要求得不到 我也在一步一步退 但偶爾哄我一下 因為聶雲會說 我太好可愛 我們家都沒有這種語言 我們家完全沒有 聶雲哥表示那是很舊以前講的話 我覺得人的情緒是一個很複雜的東西 他很複雜 可是我跟你講 他也是很好處理 你真的花一點心思 所有的事情都不... 問題都不存在 我覺得真的是一句話就不存在 是不是 諮商是最清楚了 比較需要有一點回饋 對 不過我剛剛聽了 艾倫姐的那個憂鬱的狀況 第一個階段其實跟心理有關 是因為你其實歷經了好幾個失落 爸爸的健康的失落 然後在工作上 沒有以前的熱情的失落 然後婚姻感情的失落 就三個失落對你而言 是有一點重的 那你在第一個階段 憂鬱症他有做一個 我覺得是很棒的 就除了家人以外 我覺得你有去拓展你的 勇氣的伸展圈 從你覺得最安全最舒適 你不敢離開的地方 你有擴展到 讓你去交新朋友 你去做一些你不敢做的事情 我自己憂鬱症的時候 我不能上飛機 有一次有個電視台 在北美開台的時候 叫我去 我本來我不能坐飛機 那時候又有幽閉恐懼症 後來你就怎麼講說放心 既然是專機上面 都是熟人叫我去 結果我去的第一件事 我那時候還年輕 所以我在機場買了四千萬保險 我買了四千萬保險的時候 我就很安心 我想 我從來沒有運氣好過 所以我也不會運氣好得中 中到保險費 但是萬一有保險費 我的家人就沒有問題 我就會想這些 那我其實覺得 他家人已經做得非常好了 他家人的支持的力量 做得非常好 接住他做得非常好 不囉嗦 不會去問 憂鬱症最不適合問的 你有什麼話就說出來嗎 這是憂鬱症不適合問的 然後你為什麼都一直躺在那裡 你起來動一動 他們家人都沒逼他 非常好 然後就是說 你要是胡思亂想 你才會憂鬱 你家人沒有高 這三個是憂鬱症 我們在診所 會不斷地衛教說 盡可能不要跟憂鬱症說三個 我覺得他們家人 走都走對方向 那我們這邊我會覺得 剛剛姐姐做得非常的好 對 她的支持度很高 然後從不囉嗦 對 她還擅長茶言觀色 她會覺得我晚上想不想說話 她可以做得這麼精密 她本身就是 比如她是個體貼的媽媽 她照顧小孩也是 然後她還滿強大的 就是對於思想 思想上的健康度來講 其實你也很強大 你也是強大的人 我很強勢 但是因為你的特質 你有你的特質 憂鬱症的人 不代表他內心不強大 你也有你強大的地方 但是有些時候 我們不管再強大 同時經歷三個重大的失落 你還是會有一些 承受不了的狀況 可是這我不代表你不強大 你依然是強大的 所以我之前有那個恐懼 我這個第二次發 我就跟我先生說 你馬上給我掛號 他會拿個椅子 坐在落地窗前面 我第一次發作的時候 那時候很年輕 我還在報社七樓 我每天就在那個 那個空橋那邊 站在窗子前面 我們有一個那個體育編輯 走過來說 幹嘛 要跳樓 他完全是開玩笑 我眼淚啪啦啪啦 就掉下來 因為我真的是 或是我想跳 你會覺得有一個抓地 所以我 你不要不要往下拉 我有這個恐懼 那就是說為什麼有的時候 嚴重的人他會把頭髮剃光 其實他都 他都受到某一個磁場的影響 所以我 當我跟家人說 我不對了 我不對了 其實他們已經接受我的暗示 因為當初這個故事 我都講給他們聽 我說對我來講要抗拒 是有一定的困難度 對 單身行不行 有官方的YouTube頻道 請記得搜尋 東風衛視 而且掃描我們下面的QR Code 同時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看到我們最新的影片了 還有還有 我們有很多獨家的好康網路影片 只在這個頻道獨家播放喔 記得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吧